在疫情期间,我们需要逗留在家中 有种种不同的压力或经济压力等等 又或者是外出我们担心受到感染 这方面的压力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系统 经常去洗手,用酒精搓手液或用简液去清洁双手 如果双手有些银泻病的皮肤问题 其实有进一步令到病情会恶化 银泻病病情又再恶化的话 就会令到你可能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 抑郁压力亦都会大一点 进一步又会再刺激到免疫系统 令到银泻病的病情会恶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银泻病影响皮肤就会形成一些比较厚的斑块 通常它的边界比较规则 呈现一些粉红色斑块 表面的皮肤就很厚,有些白色的皮肤 影响的位置通常是对称分布在身体 包括就是手肘 膝头膏 或者背脊那些比较粗糙点的位置 亦都可以影响到头皮,发线等等的地方 另外指甲都可以受到影响 指甲会出现一些点状的粒痕 指甲分离的现象 变黄或者变厚 严重都可以变形 有时候跟灰甲都很容易混淆 银泻病除了影响皮肤之外 亦都可以影响身体各个器官 包括就是关节 出现一个银泻病关节炎的问题 关节就会有红肿 痛 僵硬 严重甚至会变形 影响到你日常生活 影响到你活动的能力 影响的位置可以是手指的关节 膝头膏 脚腕等等 或者是脊椎的关节 都可以引致我们的 血管里面有发炎的现象 可以令到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 包括就是中风 心脏病等等的风险会增加 另外 银泻病属于一个 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 伴随着一些免疫系统的问题 包括可能会有 虹膜炎 或者炎症性肠病的发生 银泻病会影响外观 部分患者会因为外观的问题 产生一些抑郁 焦虑等等的问题 包括就是紫外光燈的治疗 口服的免疫抑制剂 和生物制剂的注射 紫外光燈的治疗就是透过紫外线 去抑制和调节 过份活药的 皮肤免疫系统 令到银泻病的斑块 会有所改善 疗程一般就是三至四个月 通常来说 一个星期去两至三次 去审索照灯 但是长期照灯的话 亦都有机会增加 患上皮肤癌的风险 所以要经过医生的指示 才可以继续照灯 口服的免疫抑制剂 就是作用 抑制过份活药的 身体免疫系统 从而改善到银泻病的发炎 的症状 改善到银泻病的斑块 但是长期用这一类型的药物 亦都要小心 因为有一些副作用 会产生的 包括影响到肝功能 神功能 有机会影响到免疫系统 增加到严重感染的风险 或者是增加到癌症的风险 需要医生定期的监测 生物制剂的注射 就是近年新型的 治疗银泻病的药物 它的作用就是 抑制引致银泻病的 发炎细胞因子 主要是透过皮下注射的方式 输送药物 可以大大改善到银泻病的病情 以及改善到银泻病的发炎症状 传统的生物制剂 用药后的效果 有机会随时 慢慢失效 但新一代的生物制剂 例如白细胞介素17 和白细胞介素23 用药的维持效果 比较长久一些 治疗效果亦相对理想一些 当中白细胞介素23 主要可以消除 银泻病的斑块 但白细胞介素17 除了可以治疗皮肤斑块之外 亦都可以控制到银泻病的关节炎 有研究显示 部分的生物制剂 例如白细胞介素17 是可以治疗一些比较棘手的地方 包括指甲 头皮 或者伸直器官 它们都有相当 不错的效果